要黑了今天晚上这一夜 根据天气预报 今天晚上最低温度当地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 也就是得益于我们特别是站帐篷 一方面呢 它的这种防护防寒 卫生院的医疗救治点 前面也是排起了 床部被入的生活物资 电力部门呢也抓紧不群众 提供这个免费的午餐 那么目前呢 现在依然有不少的群众 依然在排队等待着 现在这个火炉也已经摆放到位 现在正在安装烟团 进行一个安置 那么除了这个受灾群众的安置之外